根據進發佈為選舉委員會的統計 武藍加古瓦贏得50.8%的選票 稍微領先於反對派領袖查米薩 反對黨發言人說 查米薩亦指責選舉結果是虛假的 並出揚言會去到法庭挑戰選舉結果 同時武藍加古瓦支持者在星期四晚慶祝勝利 一名支持者說 據選舉委員會說 今次選舉取得了無可比擬的成功 但亦表示對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發生的暴力事件深感遺憾 這些暴力事件導致哈拉雷至少六人死亡 專制的穆加貝執政40年後在去年被趕下台 由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武藍加古瓦接長政府 他贏得的選票剛剛過半 但查米薩說他沒有興趣加入聯合政府 評論一下